天氣好熱 到海邊細水 清涼又消暑 而基隆和平島地質公園內的細水池 一直備受遊客喜愛 但細水高峰期 人潮多 要如何確保遊客安全 就聲讚廣播 提醒家長不要讓幼童單獨細水 另外夏天每天安排五到九位的救生員 全場緊盯著現場還有救生員走動試查看 一旦發現有狀況 立即通報處理 如果看到這種單獨沒有家長陪的話 我們就請他上來 他們每個人都坐在這邊盯著海上看很專業 而且我對這方面不內行 不過看到他們很用心的在這裡 不會說有不在這邊的景 那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池子 我們都會配合格的救生員 除此之外 我們會有重複式 重複式的一個 牧式的範圍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配有 機動的 走動式的救生員 無呼吸 無心跳 無呼吸 無心跳 無呼吸 無心跳 來 AED 幫我拿AED 幫我拿AED 來幫我打119 來 壓耳 抬下巴 上通呼吸跳 再兩口氣 開始時時按壓 業者強化救命力氣 救生站配備三處的AED設備 救生員每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 讓新進救生員能夠熟悉應變流程 園區的就是救生人員 也都做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那比如說他們每半年 我們包含他們 以及我們公園自己的夥伴 都會做教育訓練 來確保大家都有相關的知識 以及認知還有素養 那除此之外 我們整個公園的設備 也是有比如說三台的AED 然後我們也有非常完善的急救箱 那可以在第一時間 如果有游客真的受傷或發生事故 我們也可以第一時間 做緊急的處置這樣子 那就是公園希望透過這樣的管理方式 去做一個比較完全的降低 我們這些水域安全的風險 在開放市水域環境細水 民眾自身要有警覺 和平島公園透過各項措施 強化細水安全 也達到六年以來 園區細水保持零事過的紀錄 記者黃綜民 基隆報導 記者 黃綽民 基隆報導 記者 黃綽民 基隆報導 記者黃綽民 基隆報道